乌星团长阿克马回腔霸市麦丁 麦丁董事经理拿多阿米尔 指真主袜子事件若发生在麦丁 同样会发起杯葛 这与该企业老板是否华裔没有关联 阿克马今日透过短视频平台TikTok抖音 发布影片表示 他呼吁穆斯林抵制KK超市 完全没关系该连锁超市的持有者是否是华裔 他重申 重点是 KK超市出售了印有真主字眼的袜子 这是犹辱穆斯林的行为 所以这个国家的穆斯林必须采取行动 我也要告诉阿米尔 假如这件事发生在麦丁霸吉市场 我们也会对麦丁做出一模一样的事 阿米尔也是土著零售商组织主席 他在接受今日自由大马访问时表示 阿克马只是利用KK袜子事件来捞取政治资本 并指政党应该与涉及王室 种族及宗教的三二敏感课题保持距离 务火上浇油 他表示 就算KK超市方面已经做出了道歉 但是阿克马还是公然发起了抵制运动 影响投资者信心及员工生计 而其中大部分受影响员工就是马来穆斯林 他也坦言 真主袜子事件虽然是严重问题 不过这问题不应该被升级 也是马六甲行政议员的阿克马则一再声称 自己是在捍卫伊斯兰教 那远比对财务和经济造成的损失更为重要 他还说 对于伊斯兰教遭到侮辱已经发生多次 就只因我们想顾全经济和那些大亨的财富 我们就得对道歉感到满意吗 除了阿米尔 阿克马也回敬了昨日将他定调为煽动者的 前巫统妇女组主席丹斯里·拉斐达 称自己不是为了挑起事端或给事件火上浇油 而是捍卫伊斯兰教 拉斐达在接受今日自由大马采访时表示 即便是先知穆罕默德在面对那些敌视的人 也表现出模范的克制行为 阿克马说 丹斯里我们没有发起战争 我们只是要彰显我国穆斯林的团结 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教训 就只是杯葛而已 为什么要害怕来自穆斯林的抵制潮 他们不都已经是巨头了吗